香港奧運代表隊在今屆奧運取得好成績 特首林鄭月娥今日公布 政府將會撥款體院支持體育發展 林鄭月娥表示將會加快興建體院的新大樓 工程完成之後體院會增加9000平方米面積 會有一個大的劍擊館 又會擴大運動科學中心及運動醫學中心 並提供壓力量的大樓 在內外的住宿設施 又會增設日間休息中心 她說期望新設施可以在2024年6月之前落成 民政事務局將會提早向立法會申請工程撥款 大約9億9千萬 將會是繼重建體院及建設單車管之後 另一個重要措施 林鄭月娥有指 政府將會與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共同成立能力提升基金 將適用於運動科學及醫學 並為體院增添儀器 被佔大型賽事 基金總額為3億 由政府及賽馬會各出一半 精英運動員及殘疾運動員都會同樣受惠 而林鄭月娥有呼籲 大學的研究團隊可以主動提出 正在做的研究如何可以幫助到運動員 盡快在未來幾年 加強運動員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林鄭月娥表示 會要求民政局及教育局研究 如何支持學界的體育發展 研究如何為全職運動員 提供彈性的學習安排 讓他們可以兼顧學業 而林鄭月娥又說 政府對體育發展並非3分鐘熱度 而是長時間投放資源 我們對於體育的發展 肯定不是3分鐘熱度 體育發展是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剛才我都簡單交代了 我們在十幾年前開始 已經定位是盛事化、精英化、普及化 也投入了不少資源 本人在2006年就是擔任民政事務局的上任秘書長 就是負責體育的推進 而事實上很多工作是大概那個時候開始的 大家也記得當年因為要徵用香港體育學院 作北京奧運馬術的場地 引起了體育界的一些擔心 特區政府是否不重視體育發展 所以從那一刻開始 當年的特首也要求民政事務局 在這些體育發展裏面要持續有效 這樣來做